这药盖好痛哦 媳妇 这晚你收拾了我惨 我还喊你弄过 还要斩你收拾了我都跟你说嘛 不然的话 你胸得很厉害是 要货食的人是 你但是把我整到 屋边弄过河楼到时候还不是给你干 哎呦喂 哎呦哇 哎呦今天 一休息一会 这个河楼也干不成了 哎呦 打了大本事我要干 哎呦哎呦呀 今天又不拍视频了哦 做到什么啊 还是 给我们的朋友们聊一聊 刚刚我开手机的时候 我看到了一条评论 有一位个手 有点趟我们 这两个狗子的 年轻白轻的 不出去干活路找事情干 一人来到屋里面设计 还让他老人几十岁了 出去干活路 你白轻的在屋边右手 现在带你干啥子嘛 你又看那评论干啥子嘛 我都说了 那评论看不得 之前呢很多人都在说 都在那问 我也没有在意 然后都说 为啥子 今天后子 不出去 那我们到屋里还要出去 我嘛就是有时候 简单的说 的解决嘛 就是在屋边 为了照顾一儿玩 然后照顾一儿问宝宝 这些 因为谁说大了 那些啊就是 我说我是找机口 咋咋弄就说的 今天呢 我还是有朋友们 第二位哈 我老婦 因为以前嘛 我都没跟朋友们 在里面的说过 因为我老婦哈 他现在的确是 六十多岁了 我妈呀也是 是 简直六十一了 我老婦是 五十年代的人嘛 我妈呀是六十年代的人 因为在那个时候哈 五六十年代的人 可能在我们的粉丝当中哈 有的人 可能也是五六十年代的 有的人 可能就是你们的父母 其实是五六十年代的哈 生活在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 那人哈 那不是说你想吗 家里员没得吃的的 然后就只有 平民的干货路 很多朋友都说 应该过我们两个子 出去打工 你们老婦都在我头边 因为毕竟那么大的岁数了嘛 我一下子年轻人不出去 我都留我老师在我头边 我老师他不会在我头边 因为他说 像我们圆圆这些 现在的这个 就是这个书本嘛 跟以前我还是读书不一样了 他说他根本就都不明白 我妈那是生活在以前 那么的那个年代 因为读什么书 他就更搞不明白了 所以他说韩国教 包括我现在哈 可能说小学东西过 我现在都都不明白了 因为现在的书本不一样了 所以我老师来 他就没办法到外边 叫我二人这一天 啊 就是要干货路 我妈那是呢 他是 群快人 他羡慕住 你和他说的话 他就是不舒服 甚至嘛 有时候妈样说的话 还要生病 只要是他 又得懂 他都要干货路 你说和他听这说就说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就是人是牛不动 不舒服的了 然后他就不得及干货路 因为我老师了哈 呃 十几岁 二十度的少嘛 家里边的条件不好 就出去去收你 因为我老师是泥水家 所以说我老师的收你 是刚刚的 土地都有好多个 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很叫勤快 比如说你公公的一个 有时候 在于一般啊 休息这些 啊 他都要去 就总觉得刷不住嘛 然后啊 加上阿姨干了这么多年生了 后他就总觉得 哎呀 他就干烦了 他就看他人的广东干 在其他大方都干过 贵州的一些到处都干过 他就总觉得 要想多挣钱嘛 就去进场 因为他还看了我们宝宝的工地 都去搭载 也辛苦哈 他就说 简直看我们宝宝去进场 后头的广东这些嘛 就通过了亲戚朋友啊 或者邻居这人的道路嘛 说好了嘛 就把我们宝宝建设的厂路边去了 后头啊 我老师呢 总觉得工地高级有时候 在于一般呢 早上自己干队了 爬掉上去的一位以前哈 想到以后学术大陆这些 可能有时候工地高级 自己干不到了 是不是嘛 所以啊 他一直就选出了去进场 所以我老师就是 工地高级后路他有回 厂头的后路 他有回 他有经过 所以是哈 我老师哈 他很喜欢打牌 他我老师看了吗 可能还要收我 哈哈 说这 他就不喝酒 他就自己打牌 或抽烟 这两个样 他是比较喜欢的 哎 美国人嘛 都有他一种概好 是不是嘛 因为我老师哈 我老师他现在要抽筋 因为很多朋友说 你老师不还 你老师跟你在外面 去拍视频呢 那要轻松点 其实朋友们 你们都错了 其实我们拍视频啊 比外面打工 辛苦多了 外面干货路是一条货路 是什么 准事准点吃饭 没得货路的休息就是水 因为外面干货路 这嘛有淡忘记散 而且我们拍视频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拍视频 我们每一天 我们拍的是日常生活 每一天 至少要拍一条 有时候要拍两条 每天都要拍 有时候 比如说早晨 要哈 比如说我们要卖菜 你说 多早起来 还我老师公主 你卖菜 这老年人嘛 岁数大了 困难 那一切不到 我年轻人嘛 叫做得行 这样长期下家 肯定你不愿意 加上我老师来说的 不停点 那有点大难之主 一家之主 有时候这些 你喊他干啥子 还总觉得 哎 我是你老师来 还能得到你喊我干啥子 都是我喊你干啥子 你听我的 我还要听你的 当然 他就 这些就不愿意的 不特别 还有加上我们拍视频 吃饭 有时候不准事 穿到中午家这些 哦 一两点钟来吃 晚上这些穿到九十点钟这些吃 我们老儿子 他的外乡 干工的啊 经常这些 他习惯了 到了 十二点或者十二点半 晚上到了六点七点 他有个准点的时间吃饭 他一样成那种习惯了 而且是无拘无束的哈 他就总觉得 我路边跟你一起干 我就好像有点什么舒服干 还有个 看你生活这些 有一点早吃饭 一点吃吃饭 我是习惯了十二年半 或者十二年半 我就要吃饭的 我就不习惯 而且他是五六十年代的 他那个思想啊 跟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思想 就不一样了 说什么 包括我跟我后路边 我们的外来去的思想 到时候我们都跟不上 他到时候肯定都说我们 比如说我们跟不上大的思想 这就是年代的差异 其实年代的差异 我经常都在说 就是这个思想年代不一样大 不成一个想法 走不到一起 是吧 所以我那人他就不愿意在我那边 跟我们一起 反正 你两个年轻人高级年轻人的 我老年人高级年老老老老年人的 还有我 刚刚我说的我老是他喜欢打牌 他自己每个月外向关工资 比如说 这个月我关三千块钱 我生活啊 抽烟这些我除开两千 我都还省一钱 你得你走无头边干装甲 你做点粮食嘛 你只能满足 这个多皮嘛 把人有财吃嘛 你说多余的钱也就没得 而且是看不到钱 说别你搞点钱来走人负 到时候人情渴望你都不够 他就总觉得不安逸 因为平时 几十年嘛 都是在外向 每个月都有点漂亮进了货币 你说的外边没漂亮进了货币 那种得行呢 有些朋友说 你拿点钱给你们老是嘛 其实我们的外边法 说实话 我们 外面要对书 开销仪比较大 但是我们呢还是 要拿点钱给老是 但是老是就总觉得 好像 他还优得 他出去 他自己挣 真的 他自己花 有时候感觉他要想用点钱 哎呀 伸手为我们要 好像 他又不好意思 好像又跟着我们这些 人家的一种压力嘛 其实我老是 还是为我作想 他就总觉得 哎呦 我能找点钱 凭我自己的劳力 我自己找起来 自己的自个儿花 哎 自己安排 哎 不跟人家增加点负担 啊 不跟他就啰啰嗦嗦的 而且这个 人家说 牙齿和食品那么好 有时候都很高 有时候说这个 长期跟这个儿媳妇啊 这做的一堆 还有跟宝宝这做的一堆 说这个 一家人在一起 虽然表面看到是 和和气气 一家人一起 又啥子吃啥子啊 又好吃好 又在吃的 是很好的 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天天相处 有时候难免 你会 你的口罪啊 这些 像我们宝宝说实话 他是一个 畸形之类人 是什么 所以过年之后呢 健身面 说不定还亲热的 还有嘛就是我们宝宝哈 其实我们宝宝 他其实 嘴梗 其实他心是很软的 你看他平时说话 就胸巴巴的 大大生生的 有啥子他就说啥子 他也不常走也走 但是他说了就啥子事都没的 他也没得那种啥子 惊人心那些 哎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 追上不饶人嘛 其实他心里边没啥子的 有时候我那时候 那时候回遍这些 他两个还不是要 顶两句这些 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那时候有时候 总觉得 哎我还是出境我一个人 撇撇偷偷偷的外乡 没人管我的 我还好点 因为老年人 有老年人 他的生活方式 有耐力的 这个娱乐场所 像比如说我老师 现在岁数大了 他下个家要睡 少五根了 这些是什么 睡过半个小时 就起来 哎呦你干火炉 跟过我们一些拍视频 哪干的少五根睡嘛 是什么 有时候只敢跑 哪敢跑 要去拿菜呀 弄菜呀 不是要去干啥子火炉 而且东城的火炉 是永远都干不完的 咋咋屁屁火炉 躲得很 干都这样又来呀 所以老年人 我们还是尊重他的相反 他想干啥子就干啥子 他有我们老师 也是说 我们年轻人 有我们年轻人的相反 我们要做啥子 我们就干啥子 其实我老师为啥子 要出去回到家那边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哈 希望朋友们理解 到家里面 帮到家里面 黄江